三點時間一到國中會考開放看考場 金融高中出現了大批考生 噴酒精量測體溫 每個防疫步驟都要落實 若發現體溫過高 就得走另一個通道 國中會考15、16號登場 金融市長林歐昌來到金融高中考場 視察防疫工作 市政府這邊跟我們主辦的學校 都希望也一定要把整個考場的準備做到最好 當然防疫的工作也非常重要 我們也是用最高的標準來進行防疫的工作 希望能夠一方面兼顧防疫 也能夠讓整個會考的過程都非常順利 今年取消家長陪考措施 考場也安排學生休息區 除了用餐時間可以拿下口罩 包括應考及休息時都必須全程佩戴 依依 加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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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林歐昌視察考場特別前往特殊考場 替曾經獲得總統教育獎的林依依同學加油打氣 市長特別拿出三年前依依送給她的手繪畫像 祝福依依考試順利 送你金榜提名 謝謝 加油 受到少子化影響 基隆地區總共有2872人報考 三處考場分別為基隆高中 基隆女中及海大附中 因應防疫 禁止家長陪考 考生都要佩戴口罩應試 記者黃商民 基隆報導 記者黃商民 基隆報導 注意點 隨身 投足 導致